手機交友APP 賈斯汀怕怕的 想要交朋友嘛 後來發現 上面的人其實交友 沒有那麼單純 他們只是想要我的身體 這會不會是很多人就是 覺得外國人就是比較性開放 這樣子的刻板印象 跳脫性別 族群 回到人最基本 對自然的尊重與讚美 那才是應該要肯定的價值 來自大自然 做自己的那種所謂的性 就是屬於這種感性的性 很自然的性 我覺得這種是應該去讚美它的 對於不同族群的 性別刻板印象 最擔心的 莫過於性別物化的問題 有一個詞就是 性別文化化 某些族群覺得上衣裸露 所以它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別的族群 他們是覺得這樣子是很暴露的 就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會認為 是不是因為性開放 它好像變成化族群的一種教育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族 都很需要這個東西 尊重多元 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每週四晚上九點 一起來收看 P-H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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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